还挤用了一半荆州九部 这些人久居京香 更深夜望 找兵买马 庇护百应 而且训练出来的兵族 也十分适合在那儿作战 好 我原来的兵马 不善于在南方作战 对付曹操占不了便宜 对付周瑜就更加难了 可就是 就是什么 云长跟义德不了解军事的苦衷 天天吵着要兴兵来把主宫抢回去 这两个人的脾气 我不再迟早要生出世人 可军事也说了 他们闹闹也好 这样会使周瑜更加懈怠 真是难为孔明了 真是难为孔明了 主公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返回庆州 军事什么意见 军事说主公决定 主公决定返回了 他就会造生事 说是曹操大郡来返 庆州危急 这样主公回去就有理由了 好 我看事不宜迟 尽早脱身 免得夜长梦动 我早就盼着主公下这个决定了 那咱们是走水路返回 还是走陆路返回 我们可以在水路上 抛下一个诱饵 但不能真走水路 周瑜 子掌东吴水师 诸将多为其底细 如果我们走水路 他必全力追杀 我们想要脱身就难了 路上就不同了 像沿途的 陈武 潘璋 蒋钦 周泰他们 都和孙权亲近 若我们万一有闪失 可能还有机会 主公说得有理 这是 还有一件事情 何事 主公 夫人 主公的意思是 先把夫人一同带我去 一日夫妻百日恩哪 我与她 不只有夫妻之情 她对我更有救命之恩 这花好看吗 好看 不过 她没我的娇妻好看 夫君 你也许会封城人了 怎么了 夫人 夫人 荆州 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曹操 大军来犯 荆州 万分危急 你先回荆州了 夫人 带我回去 鸡腿草草即刻回来 多者三个月 少者二十天 可逢 假话 你这一去 就不会再回来了 而且曹操根本就没有来番 你想回荆州 就变了这个理由来胡我 昨晚你辗转反侧 夜不成眉 我就知道 你心里一定有事 说吧 把事情都告诉我 好 夫人 我把事情告诉你 我此次 东来成亲 实际上 是一场鸿门烟 若没有夫人那日 在甘露寺的一曲萧生 我早已身手一出了 现在 我必须要回荆州 夫人若跟我走 从此便要和太夫人天隔一方 若夫人不跟我走 你我又会天隔一方 无论是走还是留 都想有把刀在我的心头挂过 我不知道怎么跟夫人说 你真的不舍得跟我分开 我刘备 血雨行风 生来死去三十年 就像一夜没有根的草 直到遇到夫人 才享受了天文之乐 面对你 我就想面对一颗晶莹的路逐 哪怕有一丝会吹动你的风 我都会害怕 我现在 不得不回荆州 但是我也舍不得你 我给你走 你要记住 从前 我是吴侯之妹 现在 我是你刘玄德的妻子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走到哪儿 我跟到哪儿 哪怕身上只有一根稻草取暖 哪怕身上只有一根稻草取暖 我也要跟你一人一半 我也要跟你一人一半 夫人 你不要再说什么曹操新兵犯荆州的事 这话 连我都不信 怎么瞒得过周瑜呢 可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Records 不瞒得过周瑜呢 不瞒得过周瑜呢 李老师 我赶不瞒你的叶子 宋境 人鱼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女儿给母亲请安了 今儿怎么记得来看看我了 我还以为我女儿嫁了人 就忘了娘呢 母亲这是什么话 女儿嫁人了就不是女儿了 来 让我瞧瞧 这些日子玄德待你还好吧 天天陪着我 这么亲还真没选错 她也学会疼人了 只不过 她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出了什么事 玄德父母的坟墓远在卓郡 明日是公公的忌日 玄德昨夜伤感了一夜 我看着也替她难过 我想陪她出城到江边去 望北摇记 表上一份孝心 或许她的心境会好一点 不知母亲能否同意 你们要出城了 城啊 这是尽孝党 你该去了 女儿代夫婿谢过母亲 有日子没给你梳头了 让我给你梳个头吧 我该去梳了 小时候 你的头发可惜输了 我夜夜用和手屋给你梳洗 不行 长大后 竟长出这么一头浓密的头发 真是漂亮极了 母亲 你 你在流泪吗 没什么 人老了 就爱想从前的事 想起你小时候的模样 不知怎么 这眼泪呀就流了下来 这头发太长了 见了吧 见了吧 你不想起他 你不想起他 我在这儿 你不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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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 请谢见 末将见过太夫人 是又平啊 不知太夫人换末将来有何吩咐 我差你去办一件事情 请太夫人吩咐 快到春荒了 屯的军粮够用吧 足够了 虽然 黄奸